江苏省这片位于中国东部的美丽土地 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 更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文人雅士风情闻名于世 在这次旅程中 我们将深入探索江苏的精华景点 让您沉浸于这片人间天堂的无限魅力 苏州和江南园林的绝代风华 我们的旅程将从苏州开始 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 这里的古典园林如诗如画 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 卓正园是我们的首站 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明代 是中国四大名媛之一 卓正园内的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平台楼阁 其实小桥 无不充满诗意 园内分为东 中 西 三部分 各具特色 东部的荷花池 夏日里荷花盛开 毕业连天是最能体现江南水乡特点的景观之一 中部则以书斩和庭院为主 幽静雅致适合静心观赏 西部的山石甲山堆叠而成 趋近通幽 让人迷失于山水之间 接着 我们将造访另一座名园恩流园 流园以七七诗和精巧的菊文明 尤其是园内的灌云风 是一块天然其实 高耸入云 形态奇特 园内的四季风光各异 春天的桃花 夏日的荷塘 秋天的桂花香 以及冬日的雪景 四十只景不同 让人目不暇接 平江路历史街区 是苏州另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 这条拥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街道 两旁是传统的苏式名居 古色古香 沿着运河而行 您可以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这里的小吃摊饭也不容错过 来一碗苏州汤包 细腻的馅料和薄如蝉翼的皮 让您体会到苏州美食的精致 南京N6朝古都的历史辉煌 从苏州出发 我们来到南京 这座拥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都 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 亦是一座自然风光与历史 以及交相辉映的城市 中山林是我们在南京的首站 它是中国近代伟大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的林木 中山林依紫金山而建 设计宏伟而庄严 林木的台阶有392级 象征着孙中山先生的长寿 与革命事业的无尽 登上林木顶端 您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城 远处的长江蜿蜒而过 壮丽的景色让人心胸开阔 接着我们来到夫子庙 这里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象征 夫子庙街区融合了文化 宗教 商业与一体 古仆的建筑与繁华的街市相映成去 夜晚的夫子庙灯火辉煌 游客如知 这里的秦淮河更是南京夜景的精华所在 乘坐画坊游河 您可以在悠扬的传歌声中 感受到南京的历史韵味与现代活力 南京的明孝林 是中国明代皇帝朱元璋的林木 这座宏伟的地灵 坐落在紫金山脚下 是中国明清时期地灵建筑的代表作 林木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森林 古树参天 从雨的绿树与古老的石雕相映成去 林木的神道上 排列着石像生 石柱等象征黄泉的雕刻 气势磅礴 扬州 恩施化江南的文人雅籍 我们的第三站来到扬州 这座以施化般的风光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文明于世的城市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默克聚集之地 这里的每一处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寿西湖是扬州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它以齐鲜系秀美的湖水和两岸的精致园林闻名于世 寿西湖上的五亭桥是扬州的标志性建筑 五个亭子各具风格 宛如一幅活生生的画卷 漫步在湖边或乘坐画坊游湖 您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到这片江南水乡的绝美景色 接下来我们将参观扬州著名的和园 这座丝家园林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致的雕刻艺术而闻名 园内的砖雕 木雕记忆精湛 尤其是园内的无良殿 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大奇观 漫步于和园 您仿佛穿越到了古代 体会到中国园林艺术的无穷魅力 扬州的美食也是不可错过的亮点 这里的扬州炒饭名扬天下 粒粒分明 色泽金黄 味道鲜美 扬州的狮子头 及红烧肉丸 口感软嫩 肥而不腻 是扬州宴席上的一大名菜 还有蟹黄汤包 皮薄献丰 咬上一口 蟹黄的香味充满口腔 令人回味无穷 江苏的文化与自然盛宴 尊敬的旅客们 我们的江苏快乐之旅到此圆满结束 苏州的古典园林 南京的历史古迹 扬州的诗画江南 每一处景点都展示了江苏这片土地的丰富内涵与无限魅力 希望这次旅程能够让您对江苏有更深的了解与感悟 也期待未来再次迎接您来到这片充满文化底蕴 以自然之美的土地 期待与您再度相遇 继续探索更多的精彩故事 与迷人风景